那就在尹熙岳访问美国向美国递了投兵状的时候啊 韩国驻华大使就转达了总统尹熙岳的邀请 说邀请中国领导人去访问韩国 这个邀请啊这一招搞的呀 它是既有韩国这种迫切和现实的需求 其实它也有想给我们中国来挖一个坑的小夹子器的那种算计 欢迎来到张斌观察 我是张斌 尹熙岳自己也很清楚嘛 他这次向美国递的这些投兵状之后 那时就会把中国俄罗斯还有朝鲜都给得罪了 那么未来他可能会在外交和地缘关系之中 出现非常大的这个被动 所以呢他要采取一些外交上那么一些手段吧 我们来看几点哈 这第一呢 其实这是韩国在搞一个所谓外交上的主动 他要把这个球踢到我们这边来 因为他很清楚啊 他这么一干肯定会破坏中韩之间的关系 那好那我就赶快啊 邀请你们的国家领导人来 你看啊我主动邀请了 你要不来那个事就可是你了 这种算计啊太小夹子器 这种机场数度的算计啊 第二一点呢很明显 这是他要平衡一下中美的关系 他跑到美国去访问了 可以说对美国是贴的是越贴越紧啊 特别是军事方面和地缘这个关系方面 那是紧靠在美国身上 他就也明白嘛 这个得罪了中俄 那他要把这关系适当平衡一下啊 表现出对中国这边也非常的重视 第三一个呢 我们要看到韩国他也有他非常现实的需求 韩国现在的经济是越来越差 其实中韩之间的经济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 韩国对我们很多行业的依存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看现在第一季度出来的数据 韩国的整个出口啊 下滑的非常的厉害 很大的程度呢 就是中韩之间的贸易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如果说是韩国 他也清楚啊 如果韩国的这条路再走下去 再把中韩的关系往这个僵化的方面去推的话 那可想而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 作为尹熙悦 他也确实要和中国这边要向我们释放出啊 一些所谓的善意要缓和一下这些 那总之啊 我靠美国那边投了一个投名状啊 我靠近美国了 但是咱们中韩之间的生意还得做呀 这好处你们还得给我呀 其实就是一个打算 当然作为我们这边来讲啊 很清楚吧 你韩国这样来搞的话 你其实是破坏了中韩的高层来往 也破坏了中韩深入发展关系 进行全方面合作的这个基础 这个前提都没了啊 你还邀请中国领导人去访问 这可能性在哪 你自己还不清楚吗 当然了 他就说嘛 如果你不来也行啊 你不来那就是你中国啊 迫害了中韩关系 其实我们根本就没必要 跟着他这个节奏走 这就是小夹子气的一种设计 一种机场鼠度 因为中韩关系的实质 它就是一个中美关系 你韩国的很多做法 你能够摆脱美国对立的前置吗 就你自己以为你自己有那么大的分量吗 你分量是不够的 所以呢 中韩之间的很多事情 是要看中美之间啊 能够博弈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我们其实不用去过多的 去理韩国的带出来这个节奏 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 按照我们自己的步骤 往前去推 总之我们是要让这个东北亚地区保持一点稳定 因为毕竟这地方是我们的家门口